剛剛看完窄路微塵在LA上了 其實這次的安排很奇怪 不是正正式式在洛杉磯那裡上 而是去了橙園這一邊上 我就住在橙園 Orange County 還在 Orange 那個城市 那邊基本上香港人就不多 就算你說硬要困到 都是困到鄰近的城市 例如是Earvine等等 那邊就多些華人 但香港人都不多 大陸人比較多 所謂的耳彎 多謝幾年前一套北京遇上西雅圖耳 整套裡面差不多 重點就是要趕去那裡買樓 結果那些大陸人就去了那裡買樓 不過今天就不講這裏 我想說他的安排 由於有這樣的安排 就不只是在香港人聚居的地方做 所以呢 今天星期二的特價場 都只有五個人看 我都只有五個人看 我相信很快就收皮了 應該上一個星期就落畫了 但是這套是原來張繼聰和袁麗 兩個都分別提名影帝和影后的 無可置疑 我剛剛看完都說幾句 張繼聰這套應該從影以來做得最好 因為他那個死人款 連上那些紋身 是很像那些 即他都不是青嶺白痴 黑乎乃特 皮膚又粗造 很適合演那些草根的角色 而他就真的入型入格 演得很好 真的要給他一個讚 至於那個女主角原來林聰 OK啦 都是可以啦 不差的 只不過他那個角色 就沒有張繼聰發揮得那麼好 即是本身的角色的設定 我想說一下 我剛才在群組裡有說過 我就比較喜歡這一套紮露微塵 多過上兩個月的那套過時過節 雖然都是小本的港產製作 過時過節就講一些家庭的矛盾 家庭的倫理矛盾 世代代溝的矛盾等等 整套都幾 我覺得 我上次前幾集都講過 都幾吵炒的 都幾吵炒得緊 每個人都吵炒 青筋暴宴那樣 吵架 即是那些吵架戲幾多 如果喜歡看這一種戲的人 就會覺得好看 我就覺得比較去得盡了一些 測露微塵這個導演 我不知道是誰 可能是一個新導演 但是他處理得很好 我覺得我喜歡 我看得舒服 點到即止 基本上他就是講兩個草根階層的人數 圖同歸 即是詳細的故事我不講了 而在疫情 即是疫情開始 疫情最重要的時候 對所有香港人 或者全世界的人 影響到生活最大的情況 那時候發生的一個故事 一個小故事 一個單親媽媽 他沒有說到為什麼他單親 他自己只是解釋了被人滾大了肚子 十幾歲的時候 他沒有說到太多那些著墨太多來龍去脈 那張繼聰 一種上有高堂 即是這個宅叔 適應這個宅叔 應該大概是 人到中年 想創事業 這樣 問他媽媽借了些棺材盤 來開一間清潔公司 誰知道 誰知道遇上疫情 以為應該 疫情裏面做清潔就應該很好賺 每個人都要消毒等等 但結果都遇上種種 種種營運的問題等等 有一幕其實 也挺深刻的 就是講到他一個飾演Candy 這個單親媽媽 住劏房 住一些烏煙瘴氣 幾十尺的劏房 去到一些半山區 幫人打掃 看到他們低下階層 那些口罩 當時那些口罩 要用完再用 用完再精再去用 口罩炒到六百多元一盒 而去到那些有錢人的家 囤積了很多口罩 囤積了幾十盒的口罩 他就去偷了兩盒 就是講到那個情況 他給我感覺到 他其實就不是 他不是刻意這樣講貧富懸說 但其實就是講貧富懸說 就是講整個社會的矛盾 整個社會的不公平 又或者可能講到 根本上那個 當權者的處理手法 不過這件事其實是美國 都有發生的 即是你說當權者 處理疫情 當初的時候處理得不好 每個國家都有 其實就是 公平地說 但是 其實它帶出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看到那一幕 我就覺得 好像 韓國片那個 上流寄生族 即是講這個 很低下很低下的階層 即是微塵 即是社會中的微塵 去到那個常流社會的家裡 幫人補習 看到別人 原來這麼奢華 即是這個就沒有這麼誇張 所以我就說這部電影 就點到即止 但他都看到 即是那些比較上等的 那些 那些 那些人住的那些半山區的 那些庫道 首先 那間屋就漂亮 那些景就漂亮 但是 但是又不是說 那些什麼 很浮誇的豪宅 只不過是一個 中上的家庭 裡面 囤積了這麼多口罩 低下階層 找一個都沒有 即是它有一種 反差在那裡 但是那些反差 是去得很順其自然 即是感覺上 我是好像在看 十幾年前那套 天水圍的日與夜 很舒服 看得很舒服 很貼地 我覺得這個兩個主角 一個是澤叔 一個是Candy 其實可能就是 身邊你的朋友 可能是身邊你認識的人 又或者你認識的人的朋友 即是總會有一兩個在左近 所以他這個 導演處理得很好 我覺得是 即是我不知道導演本身 是不是草根出身 即是我覺得他 反應那個社會是反應得不錯 還有其實他可以 可能可以去到很盡的 即是如果你可以寫 你可以寫到很激 即可以寫到他 一個超級豪宅 很有錢的 幫人打掃 而他們更加低賤是睡街 不只是睡劏房 你可以寫到那個反差這麼大 但他沒有這樣做 他點到即止 所以我覺得 成都看得流暢和舒服 還有他到最後 基本上是有一個 open ending open ending 意思就是說 你自己去想想 或者你自己去幻想一下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這種處理手法 到了最後 是不是大團圓結局 還是各走各路 沒有交代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這種結局 你自己去聯想 下一步是怎樣 這樣 這樣 這樣又說到 因為某些事情 所以就用了些 用了些遺禁的 假的清潔劑 結果惹上官非 結果就令到這個 這個 阿澤叔那壇生意都沒有了 跟著還要死了 那其實幾樣東西 對一個中年男人的打擊 都挺大的 差不多是三室 又失業 又失親人 跟著還要惹上官非 其實張繼聰的確 真的做得很好 這個角色他拿捏得很準 我相信如果提名影帝 都有機會 都有機會 另外就是 他其實講到 口罩那裏 講到 用口罩這件事 是講到這個貧富懸殊 講到有錢人 那個階級 用口罩來 用口罩來 indicate 了個人的階級 就是那時候疫情的情況 其實我看上去相等於 其實真的相等於 毒涉大狀 王子華說的那句 法律面前 人人含狠 但是 這個 這個就是很 間接地告訴你 就是疫情面前 窮人 狠狠 為什麼呢 你連口罩都沒有 你即是等於 會很容易中招 或者你重用那些口罩 是非常之危險 即是等於 即是等於 你沒有錢 你窮 你連命都沒有 就是這麼簡單 就真的自求多福了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我挺喜歡 其實我挺喜歡 我看得很舒服 真是很可惜 很少戲院上 還有 不知道怎樣 軟線的問題 搞到是那些 非華人驅走去上一套 香港人的電影 我覺得是非常奇怪 希望下次他們 片商拍片 就拍得好些 先講到這麼多